大家好,我是Tama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和手有关的一些日语的句子 与其说句子好像有门用的成语 或者是类似惯用词 就是有一定的用法 它就是会呈现的那种意思 那么今天就会跟大家来分享 跟手有关的句子 第一个就是 手を切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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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象中就是把手切掉 所以把手切掉抽象来说 就是斩断 斩断好像亲手斩断 手を切る 这样子的说法 所以我们可以讲 悪い仲間と手を切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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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寸友 要跟寸友绝交 分手绝交 悪い仲間と手を切る 悪い仲間と手を切る 或者我们可以讲 縁を切る 也是可以 它跟手を切る 它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縁を切る 就是斩断缘分 斩断缘分 手を切る 一般上如果是交朋友 或者什么 要绝交 要分手 要怎么样 就是不再联络了 我们可以讲 手を切る 第二句 手が足り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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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りない 就是不足够 手が足り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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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が足りないか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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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が足りない 所以 手立て 就是帮忙 手立てくれ 就是帮我 帮我啦 来帮我 手 没有手了 不够人手了 来帮我 这样子意思啦 接下来呢就是这个 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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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看起来就是有手有打 这样子的一个抽象的画面呢 它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啦 その問題に 早く手打 手打 その問題に 早く手打 手打 这个问题 その問題に 对于这个问题呢 早く手打 べき 就是文法来的 手打 手打 就是 应该处理 早く 快点 提早 快点 快速 快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その問題に 早く手打 是べきだ 这个问题呢 应该 应该 应该要提早 解决 处理 我们就会用 てお字 处理 或者是解决 这样子的说法啦 接下来呢就是这个 ておや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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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ておやく呢 它好像 手被烧到了 手被烧到 我们通常会怎么样感觉热的时候 我们就会 抽手嘛 抽手嘛 所以它就是等于 这件事情呢 就是 没有办法 所以下手的 你觉得很困扰 ておや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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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很烦恼 管不了他们 要管呢 也没有那个能力去管 就是会觉得很困扰 这件事情 也不同 从那里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 ておやく ておやく 这样子 接下来呢就是 てもあしもでない てもあしもでない 手和脚 都 不出来 てもあしもでない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てもあしもでない 問題 てもあしもでない 問題 就是 束手无策啊 束手无策 就是 脚也伸不出来 手也伸不出来 就是 遇到的一个 自己也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们讲 てもあしもでない 問題 就是 你要伸手也没办法伸 你要伸脚也没办法伸 束手无策的问题 对于 你来说是很困难的问题 我们就 てもあしもでない 問題 这样子的意思啦 那么我们来看 最后一个 和手有关的 这个句子是什么 てをぬく てを抜く しことの てを抜く しことの てを抜く 大体有什么意思呢 てを抜く 它其实就像是 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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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呢 它比较 草率 做事情 草率 透工减料 てを抜く てを抜く 所以呢 しことのてを抜く 就是 工作 草率 不认真 满满糊糊糊的 对待工作 在工作的时候 就抱着 草率的 那种想法 随随便便 这样子就做了 所以我们就讲 しことのてを抜く 那今天呢 我们就学了几个呢 跟所有关的那些 慣用詞 然后呢 就可以用这些 它原本上的句子呢 抽象的 想象一下的一个画面 你就可以大概 猜得到它的意思啦 那我们今天的 这个慣用语的影片呢 到此结束啦 一定要把这个影片呢 分享给身边的 学日里的朋友 然后如果你觉得 内容很有趣的话 也可以把它 分享出去 拜托了 拜托了 订阅我的频道呢 来继续呢 就是这个留守 我最新的 这个更新消息 这样子啦 那么我们就下个影片 再见吧 さようなら 拜拜